早上,我們早上的廣鼓開洩學,有麥克風在自己亂籠 我們故事在講鞋經,待會提醒我們會講一下鞋的業績 之前講過一次,兩月前,原來有業績出了 待會再,我們在這裡的麥克風 我們來過,由頭來過,各位早上 聰明一點,我們說了11月第一個假日 早上,聽到嗎? 聽到嗎? 我們10月不是股災級,3%多,頂得住 10月一向是股災,不過2008年,有一次是11月1日才下跌 不過去年10月31日是底 是的,所以我個人覺得這些統計是無聊的 這些統計都是傳媒的 是的 傳媒有些文章寫下 是的,但其實我恆子都算是佔底 不過所有都是跌的,除了金之外 因為我金之組都做了圖 資產上,除了金之外,大的指數 即是日股,港股,大陸的美股 都是10月份都是跌市的 所以港股跌了上來,不算噁心 不過是佔底的意思 接下來會不會跌跌了多少個月 也會跌了9個月,10個月 會不會有些起色呢? 有否統計過今年哪個月是升的? 今年嗎? 我想恆子應該都是年中的時候 7月那轉,7月8月 7月那轉升過來 6月那轉都升過來 7月那轉都升過來 那時候還是一段反彈反彈,騙人 是的,伏了 所以你們會不會恆子已經去到底 因為始終內地有很多消數 出了,等時效去反映 還是還是不要搞 如果有錢,就寧願投美股 因為美股都跌了下來 那請教一下Michael,好嗎? 如果觀眾有問題想跟Michael聊一下 我們可以在留言區留下你們的問題 或者我們聊聊天 好像Nelson都跟我們聊聊天 Lucy也很支持我們的嘉賓 雖然市差,看到我們的狀態就很開心 其實我告訴你,臨岸之前的兩秒鐘 我也是很借的 這些就是演技了 演技 不是跟著,讓大家看一下 有一間鞋鼓原來這麼厲害 是的,立刻開心回來了 不過我們講鞋鼓過股之前 我們先看看廣鼓吧 畢竟是11月第一天 今天是升零月第一天 升少少 少少 我也只能說多謝了 三十幾點的升幅 每次升完之後 是否很震驚呢? 大家都知道 其實都不用我講 整個行業都對這個廣鼓 都很迷失和很失望 但是只可以抱著這件事 就是買好的股票 這個價錢 無論你現在買也好 高位賣也好 它對這個價錢 其實都是比較殘的位置 以往是紅市 港股也算是紅市 你說應該一間公司 其實一間公司長期來看 都值10倍PE 就是假設最簡單的 估值方法是用PE 你等到8倍才買它 但是又不一定贏錢 短期 長期有人會升上去10倍 如果結構性香港 中國經濟沒問題 provided debt 這樣說話 如果不是 有些人10倍其實已經反映了結構性的問題 但是結構性去到什麼問題 差到多少呢 沒有人計算到 已經給了discount 不是公司應該是15倍20倍都不一定 假設譚信 我不會再用40倍的股票 現在都用20倍15倍股票 到這樣的情況下 你這樣拉低股票10倍 那你都是8倍才買它 有個安全邊際 還要低一點 紅市就是這樣 這樣可以跌到5倍就可以了 那你跌到5倍 但是你8倍買的貨是怎樣 你會不會減掉它呢 你減掉它 你減掉它的時候 有人又彈回來的時候 你為什麼又減掉它呢 然後你再買回來的時候 又會跌下去 但是你不動了 不動了 有人是跌下去 你要止蝕的 譬如8倍PE 去到7倍PE都會止蝕的 那OK 去到5倍PE 那你很開心 因為我已經止蝕了 但是其實你5倍PE 因為5倍PE 你一定是很恐怖的時候 是不會買東西的 直至有人彈回去 8倍10倍你才買東西 那你8倍買東西 擺在這裡 其實好過再動它 就是PowriteDeck 那些公司 或者你起碼 那些公司本身 就是在過程之中 仍然是好公司 沒有問題 另外你 譬如中港股市 不會結構性再進一步差下去 那這些 其實這些是一個風險來的 尤其是中港股票結構性差下去 這件事呢 譬如中國經濟現在 是還未叫做 好像找到方法 怎樣可以 在比較低迷之下去 去搞復活 譬如樓市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現在都未知道怎樣搞的 如果抱著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風險在這裡 其實大家可以選擇買不買股票 可以選擇不買 是的 整個資產配置問題 如果你說這個不是風險的 這個風險 實在可以搞定的時候 你例如想一下有沒有其他風險 你覺得那些風險都已經反映了 但不代表買完之後 現在這麼殘是不能再殘 但是殘得來 你說中長期的話 殘始終都會升回合理水平 都會賺得錢 但是你說你要捱 就是中間你要捱價 現在你所有優質的中港股票都好 其實你就經過這個階段 是的 這個階段有時都很痛苦 很痛苦 玩得久的時候就會清楚 因為始終08年之後 就是這個低息時間 整件事容易很多 所有的資產 其實套在樓 大家之前不想到很厲害的 現在都很困難的 跟樓和股都沒有分別 但是你如果經歷過 之前08年之前的階段 其實你就知道 其實都不是說一定是指聲不跌 始終都會經歷過這些時間 這些時間是要守的了 一輩子人 即是一輩子人投資 遇上三五七次這些股災級 都很正常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 譬如2008年 不是2008年 一幾年開始投資 在買樓也好 買股也好 其實到現在都享受 都是賺錢 都是賺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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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看看選什麼股票 要選資產 選時機 這個市場 這位觀眾都覺得 是嗎? Luka 想聽Michael說的大小 但我們要先講講恆子 現在恆子 就是怎樣呢 已經倒跌了 今天說一下真是壞 明明正在升幾十點 現在倒跌30點 11月份的第一個交易日 都不知道會不會出師不利 但是呢 外圍是不差的 我們看日經 升成2% 就是一個大的裂口上來 其實它10月份 都是輸家之一 它僅僅比港股 它都跌成3%多 而那些日圓非常之弱 穿了151 但是今早上的日股是大反彈的 部分的股票 譬如這隻 這隻 這隻什麼Mitsubishi Electric 不知道是不是大東西 升成一成二 我就亂找些東西來講一下日股 我也不懂的 內地股市方面 其實都是升的 升幾點的 其實昨天前日都是反彈的 這個底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就是萬億國債公佈的那一天 就連環都是反覆上升 升穿上去一些移動平均線的 是港股自己不知為什麼在那下跌 還有大陸政府都托A股 都托A股 但不是托H股 不是托港股 沒錯 所以港股就是 按錢就按港股 其實萬萬億就是一個好聽 就是萬億大家都知道不是很多 就是當年四萬億就很厲害 很大的效果 但是當年加上這麼多通脹 那麼多年 現在萬億其實都不是一個 就是好過沒有 就是你一定不是說 你說不是萬億 你是十萬億 二十萬億 就有了道了 現在就是一萬億 就是杯水車身 我們國內出了 數據差過 數據差過預期 馬上跌跌 今天有什麼數據 昨天是PMI 昨天是PMI 最主要就是PMI 其實大陸的數據不差 無論GDP或者零售等等 其實都不是差 大家說到很差 但實際上沒有那麼差 但是昨天那個 特別差一點 就是PMI 變回到50天 不是50天 所以會覺得 會不會在漲的東西 經濟有一些製造業 那方面收縮呢 這樣 會有擔心 因為有些製造業股票 其實都做得不錯 其實昨天A股不是跌那麼多 跌兩點而已 沒辦法 A股是不知道 因為A股有時候 會托市 也不明白 但是廣告是不會人托的 對 現在恆子又回到萬七點的邊緣 有些觀眾說 會不會重演去年11月1號的大升市呢 找回去年的今天 升了5% 去年11月1號 去年11月1號 去年10月31號是最賤價的時候 對 去年11月31號是14597點 對 沒有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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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收市之後回答你 現在跌了五十多點 大圍 Luca想聽Michael說一下大趨勢 愛惠今天升得這麼好 港股今天也是這樣 大圍剛才說了少少港股 但是在高息環境之下 你的意思是 我們就可以選不買股票 可能會早些其他配置 其實主要不是股票 股票你要想清楚 究竟現在 其實中港沒有的風險是什麼 沒有的風險其實就是 現在中國的經濟失速 你不要說 你數字上是增長的 但是未來是怎樣 未來以前是比較確定性的 很多事情 你的增長 就算慢了些 因為基數大了 慢了下來 其實都是一個穩步增長 但是現在 會擔心 譬如樓市 是一個還未解決到的問題 樓市其實是 大家在香港都知道 樓市都牽一發動全新 尤其大陸 都會影響到很多 settiment 甚至不能說settiment 能力 即是消費能力都會影響到 這樣是未解決的 你九月提一提震 然後其實十月的銷售都跌了 它不斷有很多新的措施 要減蠟 大陸有減蠟 香港也有減蠟 但是這些都不是很critical 始終你最重要的是信心問題 現在信心問題一定是未恢復的 另外就是中美關係 其實現在中國 美國常常想和你溝通 亦都實際上和你溝通 實際上你覺得 咦 他們說APEC會開會聊天 會聊天 會聊天 一定會聊天 但是聊天會不會就這樣 那些分歧會搞定呢 大家都應該理性的想 似乎都未必會 很難的 明天有大選 大選和中國始終是對美國是一個威脅 就是去到這個地步 它不可能現在會變回以前的朋友 即是它現在表面上說要和你溝通 但是它只是做一個大角 覺得做一個叫做一個叫做 就是我做了 我做了事了 資託做了事了 是你不談你的問題 但實際上 在背後其實是不斷地在打壓的 譬如昨天NVIDIA那件事 那些單要馬上要縮 沒有了50億美金 是啊 那你沒有人偷雞 我說要國安 那你沒有人偷雞 你這段時間還是這樣賣些東西給他 你做了訂單 然後還慢慢送貨給他 那國安 如果這樣的話 那其實這個就是他自己把持 那他覺得美國可以放一些地方 那無端端現在 這刻又是要緊的 其實這些很難 政治東西 雲觀東西 其實誰能猜到 我都看不到誰 我經常都猜到這些東西 是啊 那為了一個方向 沒有什麼改善的空間 我覺得大選之前 都不應該會有什麼大幅的改善 是啊 那這個問題是 股票沒有的風險 不是公司質素的風險 是那個雲觀的風險 而雲觀的風險 是可以壓低整個市 和每一間公司的股值 那你們怎樣應付這個階段 其實應付這個階段 也是剛才這麼說的 那這個階段何時會完 其實股值跌到多少 是叫做STOP 就是那些錢是用來買的 其實很難去把握的 這件事情 只要就是現在 譬如港股 那你拿著一些 就是叫做好的股票 還有我們都會看 一路都看股值 都會看十幾二十年的 就是看股值 就是怎樣變化 就是以前 還未金融海嘯 的時候 應該值多少 不是只看這幾年 就純粹拿一個叫做 叫做中間偏保守的股值 給每一間公司 那如果那個股值都已經 就是現在都跌倒了 跌破了的 就是甚至還有水位的 那其實就 就是那些股票 就能源耗了 因為不是很簡單 其實就是你 作為投資者 普通就沽了就算了 沽了等機會 但是以往來說 沽了等機會的時候 就是永遠都是會錯失這些機會 因為你沒有貨是不會買回來的 沒有貨的時候 你就個人 就完全對於 Sensitivity 完全沒有了 不想看 就是可能拿著很輕的倉 對 就是輕一點的倉 怎樣都要拿著 而且不是為差而差 是那些股票 已經去到一個殘的地步 那殘的地步 當然會不會 剛才剛才說 會不會跌到六倍 跌到五倍 當然會 也都有機會 但是也有可能 八倍其實都已經 見底了 所以 這個是沒有答案的 這段時間沒有答案的 但是我不是十幾倍 就是現在去買去 盡量就是 每一間公司 找一個比較便宜的股票 才去進入 那些例子呢 例如哪些sector 你覺得是符合這些條件呢 其實在sector 來說 就算拿了騰訊 阿里巴巴 那間公司 怎樣賤都好 還是在增長 有生意做的 遊戲是很好的 你看到 9999 即是 Leg East 那個股價是很好的 其實因為它專門做遊戲 其實不是專門做遊戲 絕大部份它收入都是遊戲 因為其實它有其他少少的業務 那 那 大部份專門做遊戲的公司 可以好 那騰訊其實起碼都 一半都是遊戲 其實不是說差到這樣的 其他一些也不是說倒退 那就是增長慢了 那又去到這些 譬如20倍以下PE的地步 那 那 又好像覺得 是少少賤 就是 怎樣都可以 你看公司本身的 那個 質素 就是管理人員是很好的 或者地位 那 都不是這個那麼少 EA 20倍以下 那阿里巴巴是10倍以下 那阿里巴巴其實都有很多問題的 但是 那些問題都慢慢解決 還有它叫做都 雖然你 譬如片多多的威脅很大 網購 那它除了網購 它仍然是OK的 你見到公務業職 嗯 還有它都運動都做得OK的 那不是說你見 就是 跟公司本身的業務沒什麼問題 就是大家沒有信心 那這些都是殘的 那你 那你 就是沒理由還在這個 17 80元這些價位 就是你說 會沽下去 那就是看圖 那我沒有話可說 那你沽下去 我剛才這麼說 你可以跌到60元 5萬元都會有 但是 如果是長線 剛才來說這些位置 其實是 你不買也好 你都要插儲 這個位置 其實真的 很吸引 很多人都提出很吸引 那你還要是接下來 有個雙11 可能不知道會跌那麼多 炒轉 夾一下淡倉 雙11 雙11是不知道的 因為雙11 你要看回 這些都是薄的 你說消費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以往這些 這些折已經都沒有什麼效果了 因為有時候公佈的數 其實都不是那麼帥 有時候特地低調一些 對 因為不是那麼帥 嗯 嗯 因為早幾年 就要打壓一些電商平台 又說不知什麼二選一 那些什麼 那一輪 其實他們就算雙11 什麼營業額都好 他們反而是更加低調一些 嗯 十年八年前 他們說好像 好像火箭星空那樣 一個大的panel 然後就說 頭十年做到幾千億生意 好像股市那樣 就是那一幅圖 一開始就畫給你看 現在沒有了 即連馬雲都不會去看著那一幅圖 現在所有東西都要低調 要低調 是啊 即是你今天其實都可以說一下 車廁品 車廁品有些公佈的業績 其實都反映到中國 普拉達 還有我想說白姓 先報一報價 因為呢 剛才看到白姓業績之後 陰菜 神經病 跌了一成半 他就第三季的總收入增長9% 調整利潤就是增長1.9% 除了他之外 整堆今天早上的餐飲股 都散了 海底下跌了7% 那明明就快到冬天 應該是打火鍋了 但是這一輪都是23元 但到上去23元之後 又再回到去17-18元 我都沒有看英文China的業績 他不知道是一些guidance數差 是不是guidance差 我都沒有看到這個 應該都是的 他業績也有增長 成幾的增長 即是收入 利潤也有1.9%的增長 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接下來看得差 那有什麼9毛9 那些什麼號碼 9毛9 今天都跌3.5% 但一路已經跌了下來 因為9毛9 其實大家都擔心公司 有些管治 好像有些少管治問題 所以一路股價比較弱 那些520那些都跌了2% 但是你不是想說這些高端消費嗎 不是想說LV 那些 因為那些都挺有趣 因為一兩個禮拜前公佈了幾間業績 主要都是LV LVMH和Karen 昨天Prada也公佈了 其實Prada也差不多 其實觀察就是很簡單 LVMH是最厲害的 即是LVMH是 你如果看第三季 和頭半年的 即是暗年增長看 其實LVMH是沒有東西的 因為都保持著 而且美國每個都做得很差 即是美國的增長 即是LVMH在說頭1-2%的增長 即是 但是Emerson是20% 上半年20% 第三季都20%沒有跌 因為美國其實說 其實都不知道 美國經常說 那些消費數據都不差 但是買貴的東西 那些人是少了的 即是看到LVMH 是一個大Restify 一個大Portfolio來講 其實它都是在失敗的 因為第一季 零零四四都有5% 7-8%左右 我記得了 第二季已經跌了2% 第三季是1% 所以是 即是美國買貴的東西是差 但是Emerson沒有了 但因為最最貴的 最最最貴的 即是 例如Rollis這支架 仍然是 即是你一貨籃球 即PP這支架 仍然是一貨籃球 即是PY賦老牛 你化開股價是挺厲害的 化開你最最最最最最最進的 這些車 仍然是 即是排除去買它 這個你見了貧富懸殊 那現在都說 那貧富懸殊是這個事實來的 所以最有錢的那些人 根本是不關心經濟整個經濟是怎樣的 雖然美國經濟數據很大 但也有一些資料很深的人說 其實都不是公佈那麼好 但最有錢的那班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其實我想全世界最有錢的那班應該都沒有影響 但是你看到Hermes唯一一個地方 是個業值是差的 是第三個年次的差 就是亞洲非日本的亞洲 即是中國 主要是中國 就是影響內地的有錢人是比較多的 是的 影響比較多 你看到其他有些更加 就是LVMH或者Caring那些 也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Hermes是比較特別的品牌 應該是最有錢的那班都會繼續買下去的 這些東西 為什麼連他們都不買呢 其實沒有的 整個氣氛真的不會高調 哦 哦 還有很多解釋的 比如說疫情令到人的消費心態變得冒實了 好像現在來香港深度有的 不買貴的東西 就是最上級的那班人都是不會再買貴的 例如 就是這個 其實已經冒實了 第二 就是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有時候去做生意的 一些團 就是一些大學團都會來香港 他說上班都是最有錢的那班人 但是他來到香港 其實他不是沒有錢買 絕對沒有錢買東西 他只是買了整個團 買了一個袋一個錶 就是這麼大把 這麼黑制的 是啊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黑制有人是 黑制有人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個時候真的不適宜 去 而且有人送禮都沒有這些需要 那個文化少了 是啊 就是你買個四、五十萬的 Hermes 袋 又不能拿出街 那不如算了 不要買了 這個就是整個 整個結構性的問題 Hermes 其實 就是看名牌業 看這些很有趣 就是連連射射 全世界貧富懸殊 都是這樣 沒有影響的 但是中國一定有貧富懸殊 一定有些人沒有影響的 就是說你說 也有些做地產的 當然受到影響 或者 但是你始終有一批 是很有錢的人 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但是他們都不買 這個是 原褲這個文化好像低調了 都好像來的 應該的角度來講 那我們就 我們都不喜歡原褲 但是實際用途的 一些必需品 業績有些都挺好的 我想就是用鞋子那裏 因為Nel Sir說 因為我們幾次 幾個月之前 就講過一種牌子 Hooker 還有一隻On 我在畫面上 展示過給大家看 我之後自己也拿了一回答 非常之好 你放了On 我放了On 兩隻牌子我就選了On 因為我自己覺得 Hooker那些款 就不是那麼漂亮的 所以 有些都漂亮的 有些是少一些 就是比較大隻 比較大隻 那 Nel Sir說他在香港找到On 的地鋪 大家搜尋一下 但是 就是 磊頓道那間 是的 是磊頓道 但是 你是不是可以 因為他剛剛業績 Hooker Hooker 不是 D.E.C.K 但是那個牌子呢 H.O.K.A 好 讓大家看看 看一看 看一看 就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 這些 這隻 這隻是很經典的 這隻款 我們看看它的業績 D.E.C.K 是 嘩 圖飽了 業績很漂亮 業績很好 業績很好 你真的猜不到 市場怎麼會這樣反應 因為我們買完之後 其實都陰些 陰些 陰些 跌下去 但是公務業績之後 就破了新高 業績有什麼好呢 業績 其實就 他 增長非常厲害 第二季是20幾%增長 最主要就是 他的毛利率都升了很多 即是毛利率是 48 升到54 即是相當的 很高 是的 他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運費便宜了 這些是實質上的原因 第二 主要反而原因就是 賣多了Hooker Hooker是 margin高一些 因為其實這間公司主要 你有幾個牌子 但主要是兩個牌子 一個牌子就是Hooker 但是賣Hooker 應該佔四成 佔去年的生育 但是佔去年生育 五成就是UGG UGG 在香港現在都 開始又見到 但是消失了一段 開始很零星都見到 但是UGG的業績都很好 都很好啊 去年UGG是占的 即是收入去年 全年 第二季都升了二十幾% 因為他做很多 Marketing的事情 或者將他重新包裝 等等的事情 做得很好 其中就是說 他Full price賣 即是不用Discount賣 賣UGG 其中就是一個 令到他整間公司的毛利率 上升的原因 他很大程度 很多客人都Full price賣出去 即是很受歡迎 到他不用Discount賣出去 Hooker 其實都是 我看到他業績的工具 那裏都Transcript 都說 其實經常都提到Full price賣 即是他經常說 很多時候都可以 原價買一些鞋子出來 但為何會這樣呢 香港看不到香港 因為香港Hooker 那時候是減價 為何在減價呢 第一就是他在換代理 我最近買一對 就是剛剛新出的Mark S 他剛剛新出 他好像習慣性地 這些是新出 都是狗折的 為何我問他 原價 其實Mark Go Mark Go 減價 即是新出都減價 即是是銷售策略 是有策略 有些是 有些是你經常見到 4、5次開倉 他們正在轉代理 我想全球都在經歷這些 因為其實他另外一個 毛利率提升的原因 就是DDC 好像安達也是這樣 DDC是 Direct to Customer 直營 之前是Holesale的 很多都 去年大部分 Holesale都多過直營 但現在慢慢的 直營的佔比 對整間收入來說 是越來越高 安達也是在做這個策略 所以他這方面 都令到毛利率提升 那香港 我不知道其實 接下來是否會變直營 總之現在 是舊那個 代理廠正在清貨 因為他將會被人 不知為何 總之不能繼續這樣 是 不說香港這個情況 那為什麼他本身 他主要都是美國 美國其實佔60幾% 其他地方佔30幾% 那為什麼美國的銷售會這麼厲害 不是美國經濟不是一般的嗎 美國經濟其實真的 因為他自己公佈的 美國經濟零售數 其實是蠻好的 即是4-5% 升幅的 但是 我又看回 其實這個Luxury 又不是那麼好 除了MX之外 其他都不是那麼好 那其實哪些好呢 其實真的要拆掉 所以他零射好的 其實你見運動都 開始比較的 Nike的業績 都好像有一點 見底的跡象 Lulu都很好 我就是想問你Lulu 他現在入了標譜 入了什麼標譜 入了什麼標譜 入了標譜 我還說出標 賣標 不是標譜 標譜 他好厲害 兩次業績大列口上 上次列口就是因為入了標譜 是的 他入了標譜之前 好像是有一個業績 是的 業績好 業績可以的 中國呢 中國是做得很好的 中國是零星有些 不是總共差的 但他是零射射射的 是做得很好的 很有趣 那些東西又這麼貴 不是便宜 總之他可能 不算便宜 瑜伽庫800元 但入到去 其實現在你進去 你試試再進去 他基本上已經 感覺已經包裝到 一定是不止瑜伽 瑜伽三庫 已經一段時間 但其實你進去 反而瑜伽三庫 你的感覺不是賣瑜伽 即是香港的店 即是運動店 叫做Lasher 不是運動店 買Lasher的衣服 其實是出街上穿的 但它有料靚 還有你的感覺 它的品牌也好 品牌也好 它的形象 還有一些料靚 而且你進去 都幾 簡單來說都幾舒服 這些是賣這些 其實你慢慢 它延長了 不止是賣瑜伽 不止是運動 其實你平時 不要說瑜伽庫 也很多人 平時穿街 但它不止是瑜伽庫 即是很多不同的衣服 即背囊 Catmo 等等 所以它那個 Target customer 是大了 產品就比較豐富了 豐富了 所以我們運動的選擇 其實真的有很多 你DAC也可以 你Lulu也可以 我們VS 我們VS VS是2331 好嗎 真的很殘忍 這間公司 有時候 都在尋找原因 尋找原因 為什麽死得這麽厲害 為什麽死得這麽快 和死得這麽厲害 同時間其他 在大陸的品牌 沒有東西 即安達沒有東西 你FILA都復甦 安達至少也有增長 不是它現在同店是跌 和你1368 特報也有升 即使361度也有升 即銷售 不太的 但為什麽它會便可 可以同店銷售 是跌的呢 即是 它唯一的原因是你直接想國潮 因為它其實是受惠國潮 但現在是沒有國潮的 這些國潮是三分鐘熱度的 有 國潮去了賣華為手機 對 這個對 所以華為手機這個國潮可以十星多久不知道 其實這些大家都知道 這麼多年都是的 你去大喊口號的時候 你就每個人都買它 但是它都賺了幾年前 但是每一刻它開始 又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這件事 但是它內裡它的質素要夠好 是的 這個它其實 它的質素有提升的 但是未必提升 運動功能是OK的 但是它其它東西就真的不太行 它經常說什麼中國李寧 這個牌子我從來 從T1到現在 我都覺得為什麼OK的呢 為什麼會 質疑它為什麼OK 是的 質疑它為什麼OK 因為以消費者的角度來說 我又不是覺得潮 又不是覺得質素好 但是 我不知道那一陣子 就是因為國潮 所以每個人都喜歡賣 但是某一刻 有時候臨界點很難 很難把握的 就是今年就很差了 變成一件事 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你見了 其實你見了 Loy Allen 那間叫做 專賣外國牌 Tobot 專賣外國牌子 Like Adidas 那間運動店 它是OK的 所以其實它就是慢慢 都轉了 就是你外國的牌子都有人買 就是忘記這些 新售舊行忘記 最重要是消費者很簡單 就是喜歡你 你給我廣告 我喜歡你買 其實外國的東西 事實上質素是好一點的 Like的東西其實挺好的 Aedidas 都不錯 Aedidas 都差了 Easy 而已 因為它 什麼叫做Easy Easy 它的潮牌 Aedidas 是嗎 以而認識 是嗎 以而認識 但是現在沒有了 哦 是呀 很久沒見過 原來是它的 它跟一個Webber合作 但是那個Webber 有一天無故 去年 今年 有一天無故 說一些反猶太信息出來 然後整個牌子玩完了 其實是很厲害的 就是很潮的 現在他們Aedidas 還在想著 怎樣去把死貨賣出來 但是不可以賺錢 因為這個牌子是 因為你買這個牌子 好像繼續支持反猶太言論 那樣 所以很敏感的 這些東西 所以它現在正在清貨 但是清貨都是賺到的錢 又要捐出來 給一些 這個叫做 中立 不是 就是一個 反 叫什麼 不是說 反民族 Discrimination 等等的組織 就是這樣去 所以你這一輪Aedidas 慘就慘了這件事 不過最差的時間都過了 明明它擺了 就是它最差的是 整個心機 潮流這件事 放在Easy的牌子 就是沒有帶人吃飯 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Nike 這方面 是的 那我們Nike 業績都公佈了 Nike 就消化了 還要消化一些貨 其實這些貨 但是Decas就很厲害 就是Infantry 都能保持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Infantry 第三個月尾 都跌了20多 那你們會不會加倉 不會 這個價錢 這個價錢很貴 這個價錢 我們都 這個市場都要保持一些 美國有些公司 其實很多公司都在減股值 就是被人殺股值 有些當然會很高 但是高的時候 你保持多久 你都會擔心 所以就算美國那些股票 我們都會比較便宜些 才會再加 那這間公司 你其中一定是目標 你說殺股值的經典 就是Cococola Persi 這一段被人殺得很厲害的時候 那些趁他回可以買 其實去到幾吸引的地步 但是 如果我們有的 如果再加的話 都可以再便宜些 但是 你說沒有貨 其實這個價錢就很便宜 但是 你的問題就是 這些公司 我們看過往 例如Cococola 你不會擔心 Cococola 是沒有人喝的 你問一個問題 十年八年之後 你有可能Lulu 已經不存在了 你確定不會答得那麼多 你問一問 十年之後Lulu 還不存在 還會受歡迎 很受歡迎 不知道的 但是Cococola 會不會更受歡迎 肯定會 麥當勞會不會更受歡迎 這些 大家都可以回答到這些問題 所以這些其實 反而不需要擔心 都無緣無故死了 這牌子 但是這個體育用品 經常都無緣無故死 但是這個體育用品 經常都無緣無故死 那 Hooker 你可能三年之後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像當年Under Armour 這個就是體育用品的風險 Nike 反而是長聲 Nike 是有辦法長聲 Adidas 也有辦法 但是相對 你跑東西買一重 Nike 已經贏了Adidas 所以Nike 你是可以 可以很殘的時候 買它擺放 但是Lulu 你說現在買它 30倍PE 你會不會 它繼續保持這個業績 OK 你會不會有一天 會不會無緣無故 不行的呢 其實沒有人可以回答你 你現在當然不會說 不會 Anama當年余樂方宗 的時候 你都不會說不會 你Anama 你看市值殘到 一個地步很恐怖 是嗎 我不知道那曲是什麼 A A UA 這個嗎 不是 UA 對 UA 這個嗎 有一個衝聞名 有一個什麼英文名的嗎 不知道啊 是啊 哦 是啊 但是它 其實你見香港還有很多店 還有人買的 但是 它已經不是那件事了 它曾經有一兩年 兩三年很風光 但是 這個問題就是 以往你看回 25倍PE 是都合理的 那 很長時間看的 但是現在會不會 因為那個 蜥口 就是蜥口 不除了看聯儲局 那個蜥口之外 還要看美國的 國債債值 那你會再升上去的時候 其實一個 25倍的PE 都已經變不合理 有人 因為蜥口 蜥口上了7厘 其實現在已經5厘 就好像 J.P. Morgan的老闆 那樣 要上去7厘的時候 一年沒見過 那那些會不會 跌到20倍呢 那這個就是 大家沒有答案的 那5厘會不會 升到出來呢 其實現在沒有答案 會不會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如果不會升 這個價錢是值的 但是如果升到時候 其實25倍PE 這樣去放下去 都未必是便宜的 未必是合理的 那一個蜥口呢 Joey就想問 那些高息股的 就是你們之前也有些941那些 那他又想問 883的 那本身就是高息股 加起來 跟油價相關 但其實油價 十月是輸家之日 整個十月份 跌了一成幾 不過油價不特別問你 那這些高息的股份 如果那個息 就是由5厘再上到7厘 其實這些高息股 都有機會會收押的 其實都可以這樣說的 那所以 有一位朋友就分享了 如果現在你說 為什麼領子英最失法呢 就是領子英的股息 一向都不高 就是以前都是3、4厘 那3、4厘 你如果假設你升2厘 那你那個股 那個失率 那個公司的失率 你都要希望 去給多2厘 定期的那個2厘 那股票應該都要給2厘 那你當一間公司由3、4厘 變了6厘的時候 你這個股價呢 其實你計算4厘 即是25倍PE 6厘即是多少 6厘即是13倍 即是6厘 總之100除6 100除6 100除6 100除6是十幾 十幾 即是你跌到25倍 跌到十幾 那你的跌幅是很厲害的 是啊 那如果你的公司 譬如現在8厘 8厘 8厘跌到10厘 那你相對 就算你調整的 調整的幅度沒有那麼大 所以風險相對沒有那麼大 所以高息股價點 一定是高息 非常高息是更加安全的 但不代表不會跌的 你始終都會跌的 是的 那你有時候要靠 那個營利增長去修復 那營利增長 其實你油的營利增長很難估 那只是譬如中海油 就只是覺得 現在都很亂 那是全世界 還有你見那些 就是橙油的那些 都經常說要減橙 控制著油價 即是跌極有個普 那樣 還有中海油的成本是最便宜的 經常去滑油那些 那所以他都可以保持到 派息的 那樣 但是增長很難去估 那941就 即是suppose 應該還會有增長 因為始終他 是叫做 收成期 5G那方面 6G未投資 這段時間就會好一點 那雲吾那邊 他也有些增長出來 還有就算去bought bank 那些 即是香港沒有了 沒有什麼增長 大陸大陸還有的 那這些其實都可以帶給 但是增長 都是說 有些都是 每一年的營利增長 不會很高 對中移動來說 嗯 所以這些可能 都是回歸基本的股值 中移動大概的股息率 有大概7厘左右 那另外 中移動就很難 但是有時候 價錢又不貴不便 如果你看到下年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 你的市場 好一點的時候 譬如這段時間 其實你看到 剛剛這幾天 那些科網股 大陸 那些中國那些 好一點的 你不要看阿里巴巴 這個騰訊比較弱一點 但是小米也不知為何上升高 是啊 沒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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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都可以的 那 所以一些這樣的 高峰的 有些錢進去的時候 始終同水滾同魚 大家明白 所以有些這樣的 這些錢從哪裡來呢 其實就是在賺錢的一些 一些股票 賺回來 嗯 是的 小米真的強 順便補充一下 今早上破頂的 14.44 但是現在跌少少 但已經比市場強 現在恒指又再失手17.7 本來受惠於內地政策因素 上過17.4 現在等到17.7 但是藍籌股 都不是全部跌 有些可以升 包括周大福 升1.8% 另外中芯都OK 所以現在升2% 亦都是表現最好的藍籌 看一看 因為這個觀眾想聽聽中芯 因為我剛才聽到國產潮 中芯不懂得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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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剛才你譬如Andidia 現在其實都是來裡去的套路 就是說 美國不在入口的高端 中端都不給了 那會否益到這些 國產的芯片的發展 其實來裡去都要炒 都要炒十幾十多年 對 孫生是來炒 說真的 但是華為也是他們的朋友 當然是 那現在 他的股價最近好不好都沒有 都可以 都可以 你最近有電影來炒 其實這間公司 你沒有電影 怕你跌下來 那你怎樣把電影 那些電影就炒完 其實你是很OK 你苦苦繼續經營 去做一個相對提升的芯片 但是你要很努力 才可以做到一個 都在背後人的地步 生意是有的 但是多與少 其實都很難把握 你如果沒有股價 為什麼會這樣 是的 所以假設給我選 我就寧願譬如NVIDIA 可能ASML 跌多一點 就進入那些比較高端的 那些確定性大一點 除非全世界經濟崩潰 那些確認性大一點 那些其實真的 簡單 說得壞一點 就是為炒 因為呢 忽心為為炒 忽心為為炒 跟行家說 大家都知道為炒 因為他會告訴你 表面上可以怎樣分析 但實際上背後 其實為炒 我會坦白地告訴你 為炒 我不懂分析 因為我發現 純體的圖 其實這一段 其實是反覆升 反過來 NVIDIA 反覆跌 從高位 如果兩個圖 拼在一起看 一個是高位回落 一個是低位回升 不知道是否跟 晶片的制裁 互相制裁的事 另外 他想聽1211 順便說 股神又再套現 減遲 減遲 減遲得少 但仍在減遲之中 7.8% 再減遲多2-3次 就會下降5% 說也不用說 今早就跌了1.8% 去到233元 其實你們本身都比較看好 比亞迪 我們很多時候 通常主要股東 沽貨過了氣之後 其實就不關事 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現在都很明顯 所以這段時間跌 未必是關股神 這段時間跌是甚麼原因 這段時間跌 其實就是整個EV的設定問題 你見Telsa也很差 主要就是 那些供應鏈告訴他們 包括 有一間公司 做一些比較 另外一間的晶片 叫做on 不是穿鞋 我知 昨天跌兩成 你穿鞋叫做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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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近生意差了 它主要都是 供應給EV 其中Telsa也是 買了很多 又是 中國五大的EV 有四間都會光顧它 所以這就是擔心 另外就是電池 電池 有很多 外國那些 就是 Log 還是 Penetronic 都是說會 會減 生產 大家不斷聯想到 那些供應者 上游 都說 會減少出產的時候 其實EV的 demand 是不是有些問題 現在就是 在說這件事 所以大家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定是offload offload 所有的戶票 你不理那麼多 你們呢 你們會不會 都減少這些電動資 其實Telsa都主要 主要就是 1211 還有Telsa 我們會買 如果再跌低一點的時候 但有時間 會再加第二柱的地步 你會再買 會買比亞迪還是Telsa 兩隻一起跌下來 Telsa更加 都是偏向比亞迪 因為比亞迪 其實Telsa做得比Telsa 不是說它車的質素 質素其實越來越好 但是港銃銷售 或者未來的增長空間 這間公司其實 Elon Musk 都已經說 它是一個威脅 沒有開到名字 大家都知道它講過 其實Telsa 是一個很大的競爭對手 事實上 這兩間公司都玩了 起碼 起碼 1211 那間公司經營 是很無實 Elon Musk 有時瘋到 有時言論 賣了無謂的東西 是的 不知道搞了什麼 賣些東西 沒有所謂的 賣些東西 然後又搞到賣自己的股票 Telsa 搞到一間公司 今天不好 但賣王全福 就是一個低調無實 但你看到它很厲害 這麼多年 都是把比亞迪 可以發展到第二步 我寧願 二取一 真的要二選一 一定是選比亞迪 是的 比亞迪 今早 各方面的原因 不是它跌的 因為Telsa 昨天彈了 但都是200元的水平 比亞迪的厲害 任何車款都開始有出 而且真的玩性價比 它是去到哪裏 所以為什麼去到哪裏 都怕了 怕了它 就是它的性價比 即使它去到高端市場 都是性價比的高端市場 其實是 是的 搞它 好了 比亞迪 今早都是 略為跌多過市 跌了1.6% 另外其他的 理想 今天跌1.5% 另外小鵬這段 都是 衰的 現在跌了2% 另外 理想是主要怕文介的車 本來都做得挺好的 但其實它跟文介 即是說華為的車 就是 有些 direct competition 大家 所以 有一輪文介 靜了 理想的業績很好 現在無緣無故 又浮出來 然後愛國情緒 所以擔心會影響到理想的銷售 所以華為真的很厲害 9863 另外一隻零跑 昨天狂跌 之後 今天彈回少許 升回2.5% 但之前 又說有什麼入股那些 已經 已經 全都給予出來 另外 有位朋友 先看一下 981 我們不再特別說 981 RL 是不是 即是你穿著那件 是不是這個 有人想問這隻 這隻沒有什麼看 這隻不算什麼奢侈品 這隻不算什麼奢侈品 不算 它支出一千 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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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特別是甚麼 那ORLY呢 ORLY 這隻是吃東西的 不是 不是 做汽車 做汽車 即是零件超市 簡單的 你很久以前說過 這間公司的業績都保持得不錯 反而另外Auto鬆弱又差 一路都做得很好 所以它是 但是這個價位可以低一些 如果相對的價位的話 但是這間公司本身質素來說 它業績來說 仍然做得很好 反而 贏了 對手都送 很明顯地 證明它的管理也做得更加好 Felix 想問 Short Wave 很久沒有見 Short Wave 等業績 因為上次業績是慢了 所以我們都因為 我們一邊看公司 就是看它 每一貴公佈業績 上次因為慢了 我們就沽了去看 因為這些股票是很貴的 比如說PE 五六數比PE 有被收購價值的公司 永遠多 無端的有人去收購它 出個價格 一定有的 一間公司因為 做了產品實在太厲害了 但是現在 它應該是11月10日之前 我忘記了哪天 公佈業績 所以再公佈業績的時候 我們會再看 會不會今次會好一點 增長是有的 增長萬年快的問題 如果它是差跌下去的話 那是否買呢 如果它的業績OK 是可以想的 但是業績OK 可能會再升再貴一點 所以要把握 我們看開的話 就要看回 即是一刻 一開業績的時候 看看什麼 就是那一下 那一下就想去 但永遠都是貴的 這些 都要少薄 所以我們好像之前說 那些GLP1那些股票 即是那些股票不是便宜的 但是那些股票就 現在便宜那些 現在便宜了 現在是高位跌下來一點 但是相對來說 Lofo就OK 那是否也是等業績 好像今晚 在11月2日 好像是2日 不是1日 2日 那是盤後的 11月2日 即是明晚 業績其實都未必有這麼大影響 因為最主要是 因為GLP1的 demand 其實是不需要擔心的 因為這隻藥 其實基本上是很多私染症 那現在暫時都叫做糖専加減肥 其實還有些 有些 第3期也試至 Construction 有一些 都做得很有depth 例如生途管 還有些我忘記了 這些是在第3期 未夠 未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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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就是 主要是供應問題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這件事 還要被人講到這個地步 是影響到很多不同的社群 即是可口可樂 那些 是的 就是那些 但其實我們又覺得 講得太遠 但事實上 不排除情供品可樂等等的跌法 是會有這樣的 比較uncertainty settlement的關係 會不會真的影響到的 因為主要是Walmart的美國CEO 講過 因為這件事 會影響到我們有一些超市來的 有些食物 零食等等的東西 好像銷售跌了 大家會擔心 你是Walmart管理層 講過這些東西 那是不是應該都會認識呢 但實際上 這個藥有段時間都沒去到 大家可以去藥房買來拍那些 即是 你要 第一 你一定要醫生開一開 是薯方藥 薯方藥 第二就是 根本你是很貴 如果你是減肥的話 減肥是很貴 那很貴的話 你在美國 你要做這個醫保 都沒有支撐到的 因為如果你支撐的話 政府的支出很大 因為很多人 因為美國瘋肥很厲害 所以需求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差異是 除了供應 價錢還沒降到 是的 還沒降到 所以你可能會流行到一個地步 去到一個地步 影響到可樂 甚至朱古力股都是這樣說的 都會跌的 都是這樣說的原因 他們現在出來 每次公佈日子出來 一定會被人聞到這個問題 他們可能主動都說 GLP對我們其實影響怎樣怎樣 其實現在沒有的 大家都沒有 事實上 因為未去到Penetration很厲害 而且有段時間都沒有Penetration很厲害 所以不會那麼大影響 而且他們有時候 你說影響 譬如常常都有什麼減 不可以吃那麼多不健康的運動 其實一直都在說這些東西 你看到他們剛剛 譬如可樂也好 好像Hersh 也是 麥當勞也是 加元價 即是沒有影響銷量 是的 麥當勞 加元價 即是沒有影響銷量 他還要是因為這樣 而盈利是多好一點 說就說是這樣 不吃不健康的東西 實際上 這些東西是很重量的 算是便宜的 加幾元是接受到 還有巧克力又便宜 汽水可樂也便宜 是的 雖然加了 也還是便宜的東西 但有時候是癮 我現在吃多了麥當勞 我說了很多次 他沒有了那個便宜的咖啡 現在所有人都只是供應 Cappuccino那款的咖啡 即是麥當勞 你如果喝白咖啡可以不加錢 是的 即是白咖啡喝 用奶也不肯付 但其實麥當勞現在便宜了 現在我們買的那些優惠券 其實是12元一杯 哦 用優惠券便宜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值得喝 所以現在每天都喝麥當勞咖啡 我聽說咖啡不差的 聽說的 是的 OK的 那你12元一杯咖啡 和Cappuccino那款 40多元 我三口喝完 而且是小杯一點 咖啡份量又少一點 那我當然是三杯 所以我聽說麥當勞 聽很多人說 Cappuccino那款的質素 大家就知道 譬如喝71咖啡 麥當勞咖啡都可以 71咖啡就淡一點 都要十多元 是的 他平民一脈 如果我有錢的時候 就會喝麥當勞 沒有錢的時候就喝 其實我覺得著巢的 積聰的那些都好 不過他一定要三合一 就不能減糖 或者身體健康也不少一點 好 我們先看看 有位朋友Sandman 就說都是買恆生指數期貨 上落70點就算 是的 市現在又上了一點 但還是跌20多點 市的波幅很厲害 成交很低 Luca就說黎明前最黑 大家不要在這個位置 去到沽貨了 另外1772 就是業績之後 都散落來了 業績都頗差 整堆理業股 天齊也好 禁風也好 股價都是很弱的 不過是同一個 剛才說的同一件事 大家覺得EV demand 很少 等於ON的問題 都是上游的 都是上游的 即是理、礦、礦、ON是做電子 還是半導體 另外藥那裡 這段時間是好一點 我真的都不太明白 是不是不明白 但是估計 你一下就跟我說 你不明白 我不會問你 因為我和Leary都問 他比較熟 但什麼原因都不知道為什麼 升上來不知道為什麼 是的 但之前跌下來 就好像說是反貪婦那些東西 那現在就不打了 沒有說說不打 所以不明白 其實每一間都有自己的原因 每一天都 昨天和今天 若名康德跌下來 就是業績的問題 其實之前 譬如二、六、九 或者那些 還有幾間 我不會搜 有些很舊的 石藥那些很厲害 升上來 是的 有些是因為它有個別原因 可能它有些藥過了關 有些是分岔 有很多藥在Primeline 一直都有這些東西 即是有時 你不升的 其實之前是有的 但它沒有反應 但現在不知為什麼 好像集體地炒這些東西 剛剛降了一個禮拜 糟了 有時你不知幾天炒完 就是一人集體炒了一輪 然後就跌回去 因為如果沒有什麼特別支援 是的 所以是純炒的 你現在的市 而你如果還在市那裏 那些一定是 speculation 的錢 嗯 所以就 若股你現在就少一些 即是 等 shortwave 過業績 那麼 LLV 不是 這個禮來 和NVO 都還是OK的 禮來 NVO 是長擺的 這些 我們基金 我們基金是增長型基金 普通客人就不買 因為P股是貴的 即是你要跌可以跌很多 因為其實你現在買去是 有局股值的風險在 但是基金來講是會存在 即是 因為很難把什麼叫高股值低股值 但是這些 起碼一樣東西 這個行業的 demand 是你不會好像 不會擔心有問題 嗯 那個 demand 一定是很厲害 即是主要你 surprise 配合到的時候 你的生意就是來的 嗯 那你說 EV 去到這個地步 就是擔心 因為Penetration EV 去到大陸 譬如三十幾% 經常以為 以前就去到所有什麼行業 去到三十幾% Penetration 即是急升了之後 就會好像臨界點那樣 會不會破到 是嗎 有三十幾%的定律 有些人統計過這些東西 嗯 那能不能破到的 就是去到這個位置 就比較擔心 是的 而且政府不可以無了期去 support 就是現在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這些就是補貼 是靠政府補貼的 那香港都 應該都去到三十幾天三月三日 三月三十一號 那每次都是說 不知道會不會繼續有的 但是就 嚇一下你的 真的香港政府也知道這些錢 即是窮了現在 未必再補貼了 窮了 窮了 真的未必會補貼了 即是已經夠了 這個地步 印花碎都沒有得加了 是不是 會不會在哪裡找錢回來呢 不補貼了 是呀 不知道的 現在大家想他有可能不會補貼 但是去到那一刻才知道 但是每一個國家都會想 是不會無了期補貼下去的 其實我已經去到 侵犯都不低了 其實為什麼我還要用錢的錢呢 你自己喜歡來買 這個都是社會財富分配的爭執 還有降價 對 當你的需求大了 很多產品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大陸 那你會降價 那降價 就好 對比兩年前 其實現在都降了很多 我還要補貼做什麼呢 是呀 那就對了 是呀 那 853 這次我們都很少說了 853 高位有的朋友 已經很久遠 還有一些藥股沒有分別 其實不是差這些公司 但是現在是估值的問題 這些是全國都 是呀 分剎之後他都沒有什麼好過 那有一位朋友 Ganky 都知道黎明前是最黑暗的了 但是當大家在幻想 就快到天亮的時候 網上的鐘 原來只是半夜12點這樣 其實沒有人會知道的 答案 所以大家 就是選擇就是自己的資源 你擺不擺錢 去每一個不同的資產那裏 譬如股票是其中的資產 你擺不擺呢 就是擺你就預算了 你就要賠儡的了 即是你不會預算了 即是現在會有回報的 但是為什麼現在擺呢 因為 即是底 長期是底 底是可以再下跌的 但是你底的話 你就要長線一點 思維的時候 你就可以擺放 擺放一些 覺得自己都沒有所謂的 擺放在那裏 不會因自己生活的 嗯 希望五年之後 一筆錢是有一個很好的回報 是啊 這個要非常長線的思維 那 有朋友Michael就說 今集很有養分 我覺得跟Michael聊天 會不會每一次都會有些東西學到 還有未必在五年的修成 沒有人知道 譬如去年你同一天 譬如你10月31日 你去做這個訪問 其實那時候去年 你一樣是設定到媽媽都不認得 是啊 灰啊 是啊 然後又滑瘋了 所以你是不會知道的 不知道 當時我們回報一下 為什麼10月31日會掉到14500 然後打到上年頭的一月底 一月底的22700 就是那時候通關 開始通關 然後復上內地 還有那些招數 又幫那些內地的樓市等等 那些 這兩個月就反映了所有 反映了 然後就一直掉下來 其實當時升上去的時候 氣勢如紅 所有人都覺得通關的大行 說你還不買A股 基本上我都看不到 誰會這麼冷靜地告訴你 這個復蘇應該都很短印 我絕對看不到 我沒有印象看過的東西 每個人都是很牛的 是啊 一定要買A股 那時候那個call是什麼呢 買A股 買債 由年頭call到年中 現在開始都少聽到 那些大行 就是很大的行 再call說要買A股 已經少聽了 所以你去到很灰的時候 大家一起很灰 突然爆聲的時候 不相信 我覺得很少觀眾入市 去到頂的時候 就開始以為那些政策來了 真的 那些大行又call要買A股 接著就落搭了 事實上那些經濟 那時候真的恢復得很好 很厲害 事實上那一兩個月很厲害 是啊 不過如果你這一段時間 都保持著 譬如說那些攜程 或者一些貓眼 個別那些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拿著海底勞 那些就比較慘一點 海底勞當然是今天 但是之前都OK 那時候升過來的 對 升過來的 其實跟這個大學票房 你看一通的大學票房 才好買那些大學票房 你大學票房一塌的時候 那樣塌 是啊 這個 因為11黃金周那一段 那些票房超差 就塌下來 哪有猜到 之前是很好 暑假很好 還有一些 是無端端爆出來的 不是說大片來的 是啊 所以又要看電影的質素 這一段就 11黃金周的電影就不一般 所以就散了下來 所以真的很難說 但電影的質素你又怎樣看呢 例如消息的他 為什麼之前那裡的股票這麼好收 你有沒有看 Lefas 回看 是啊 我找不到 不知為什麼 Lefas 有的 我也聽說有的 但我找不到 不過我這陣子 你是不是Lefas 香港版來的 香港版 看不到的 你搜尋了 香港版就看到了 是嗎 你搜尋了 因為我不懂得打中文 他還在Top10 真的嗎 就是香港區的Top10電影 哦 是Top3的 這陣子我在看Friends 看幾集Friends 因為你知道 阿姐 因為是我那年代的集體回憶 簡直是 我們差不多 但我沒有看Friends 是嗎 我看了九千多次 很好看 現在看都不過市 這集雖然看到市比較壞 但我們又說鞋子 又說買東西 又說電視 多開心 唉 真是 市就呃呃呃呃呃 你說它很壞 又不是 跌幾十點 但日本外圍 在升2-3% 日本股市現在五間優市 都升接近有2% 至於內地股市再看多次 跌回一點 不動的 不是多動 那港股呢 其實都算它不動的 現在港股都在跌幾十點 我們隔個月再找Michael上來 再聊聊個事 好 那我現在休息一會 今天就到了 好 馬四 星期三 有五事不斷說的 那我現在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好 拜拜 小羽 有心 有氣 有心 有心 有啊 有心